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上午我去老乡那个鱼塘里面捞了一桶那个扶苹果来 准备投放到小鱼塘里面去 拿来喂自家的炒鱼苗 这炒鱼是非常喜欢吃这种东西 现在我们把它弄到那个喂食区里面去 这口鱼汤之前没有放鱼苗的时候 我是放了两三桶浮瓶下去 长得也非常漂亮 但是鱼苗放下去 现在过去一个多月了 一个浮瓶都没了 全部吃完 炒鱼苗还是非常喜欢吃这些东西的 今天又去捞了一桶 这些非常的新鲜 直接放到鱼汤里面去 就这样放到鱼汤里面就可以了 像这个鱼苗吃不完的 它就可以在这里自然生长 边长边吃 一般都会被吃完 因为他们太喜欢吃这个东西 这些浮瓶肯定是不够小鱼苗吃的 然后每天都会在家餐喂一点东西 我现在再去拿下来 像大鱼汤那里现在是不能喂的 因为接近年底了 差不多要补鱼了 这才是鱼苗最有营养的东西 掺杂了花生渣还有鱼苗饰料 在这个小鱼汤里面我放了有五百尾小鱼苗下去啊 都是十几公分那么长的 今天也是第一次养 不知道它的生长情况是怎样的 这样喂食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广大网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技巧或者是方法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探讨一下 如果像我这样养这个鱼苗 养到明年三月份四月份 再把它转到大鱼汤里面去 这样这个养殖成本就减少了很多 像我们搞养殖 节约成本肯定是最主要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